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 每天給你觀點多元的時事分析! 如果你不想錯過各種時事和生活意義的討論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就讓圖文不符 跟大家一起來聊聊聊張志祺的減肥經驗吧! 減肥型 YouTuber 又回來了! 大家最近無論是在線下活動或是在直播上面 都很常看到有人問說 志祺,你是不是瘦了? 嗯,我最近真的瘦了喔,而且還瘦不少 從9月開始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瘦了大概10到11公斤左右 那去年就有開始追蹤了朋友 可能有些人知道 從籌備志祺七七到頻道上線的初期 為了要讓自己比較上向一點點 我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用節節性斷食跟生酮飲食的方法 瘦了大概24公斤 真是就負胖了你知道,負胖了 那今年這次會想要再減肥 是因為我發現在線下活動 遇到觀眾的機會變多了 那也想要讓自己更上向 讓大家找我合照之後 更容易分享到社群平台上面 所以才開始調整飲食的習慣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用過的這兩種飲食方法 界線性斷食是一種飲食的模式 這個模式不需要改變你吃的東西 而是去調整我們進食的時間 透過計畫性安排每一餐的用餐時間 來充分發揮我們攝取的食物營養 例如5比2斷食 這是一週有兩天吃的熱量 減少到平常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比較容易執行的16比8斷食 就是一整天可以吃的東西的時間 減短到只有8小時 那再劇那一點點的話 則有20比4斷食 不過雖然間歇性斷食很熱門 但目前還沒有太多的人體實驗 大多都是動物實驗 真的來說,現有的證據 還沒有辦法非常的確定 為什麼這些性斷食能幫助減肥 但目前常聽到的可能原因有兩種 那第一種是總進食量減少了 因為吃的時間控制得比較集中 而我們的未能裝的食物量也是比較固定的 所以整天進食的量加起來 很難比正常吃三餐來得多 而整體下來就容易達到減肥的結果 而第二種原因跟胰島素有關 胰島素是我們身體儲存和利用能量的關鍵 當我們吃了東西之後 血液中的胰島素濃度就會升高 來幫助身體利用葡萄糖的這個能量 而多餘的部分就會存起來變成肝糖和脂肪 而藉由控制進食的時間 我們縮短了胰島素分泌的時間 進而減少身體和成體脂肪 而且因為間接性斷食過程中 大部分時間身體是空腹的 沒有東西可以燒 所以就讓體脂肪變成了主要的能量來源 每一種飲食的方法 都有比較適合跟比較不適合的人 那間接性斷食也是一樣 有些人可以嘗試 但如果身體有某些狀況 就會最好不要做 像是高血壓、糖尿病 或是低血甲症的這種患者 或是小孩和孕婦等等 都不建議使用這個方法 而此外 曾經有飲食失調 例如暴飲暴食或是厭食針 或是正在進行治療的人 最好都要先諮詢過醫生 那如果你在進行間接性斷食的過程中 除了掉頭髮、皮膚變差 或是傷後愈可緩慢、情緒不穩定 越來越無法承受壓力的話 就先停止間接性斷食吧! 好的,那講完間接性斷食之後 我再來要講的就是一直都很紅的生酮飲食 在開始講之前,我必須先說 生酮飲食雖然非常的有名 而且很流行 不過它算是一種非常有爭議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嘗試的話 請務必詳細的了解原理 並且找一位營養師或是醫師來諮詢 為什麼生酮飲食這麼熱門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執行上生的很容易 應該符合現代人的飲食喜好 生酮飲食的做法就是 把身體的能量來源換成油脂 而把這個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 降到非常的低 所以大吃牛排、吃火鍋等等都是可以的 那跟間接性斷食比起來 比較不容易感覺到餓 而且還能夠吃得很爽 所以脂心上面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那為什麼把碳水化合物改用油脂來取代 就可以能有效的幫助減肥的效果呢? 在這邊我們要先知道人體是怎麼運用能量的 在我們自常吃東西的狀況下面呢 吃下去的澱粉、糖等碳水化合物 會經過腸道消化吸收之後 轉化為葡萄糖 運送到身體的各處來供給能量 然而生酮飲食中只有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基本上不太夠用 所以我們的肝臟就會把脂肪 轉化成脂肪酸跟酮體 利用這兩種東西提供能量給身體 因此脂肪就會變成主要的能量來源 不斷的被轉化掉來達到減少脂肪 也就是減肥的效果 而部分支持這個方法的人 除了剛剛說的減肥效果之外 還認為生酮有不少的其他優點 像是精神變好、維持體力、增加免疫力 減少糖尿病以及代謝症候群的一些機會 降低酒精性脂肪幹的機會 能夠滿足口欲跟血量降低等等 那從剛剛的討論聽起來 生酮飲食真的超棒的 那剛剛說的爭議很大又是為什麼呢? 最主要的爭議就是 生酮是一種非常極端的飲食方法 幾乎完全不攝取碳水化合物 然後容易產生營養不均衡的狀況 比低醣飲食的風險還要更高一些 而此外也有可能會有些問題出現 例如鞋子飆膏、便秘、口臭、脫水、腸胃不適、低血糖 跟肝炎的可能 而另外,儘管非常非常少見 但也有一些案例報導指出 生酮飲食仍有可能會造成酮酸中毒 現在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像是鞋子飆膏、口臭這幾點我都有遇到 而且在去年開始生酮之後的第四天 我就有遇到一點點低血糖的狀況 頭有點昏不是很舒服 那像是很多人可能會遇到便秘 可能因為我自己的體質 或是我實在是非常愛吃青菜的關係 我自己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說實際上到底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 也跟每個人的體質 還有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那講完了這兩種我用過的飲食方法之後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這兩次驚豔的感想 以我自己來說好了 去年跟今年這兩次 都算是走一個非常劇烈的路線 所以我真的不建議任何人 在沒有醫生或是陽師的陪伴下 採取這樣的方法 以去年那次來說好了 我自己在進入生酮一週之後 就開始慢慢從16比8段時進展到20比4段時 最後進展到大概一天只吃一餐的狀況 然後去年就這樣子持續了兩個多月 我大概會在下午的時候去好好吃一餐 而因為生農的關係啦 這餐可能是青菜豆腐蛋糕湯 加一片排骨加一個炒青菜這樣子 那不過我三不五時也會跑去吃個牛排 那這樣其實真的還滿療癒的 那再加上很多時候 我要一整天開會或到處跑 所以我其實也漫長一整天沒有吃到飯 到了晚上很晚才吃一餐 所以間歇性斷食對我來說不算是太難做到 不過今年這次減肥呢 因為今年的工作壓力其實比去年大 因為我就沒有在執行腎痛 完全不吃甜的東西的話 對我來說真的有一點點太痛苦了 所以今年我其實就只有做間歇性斷食 而且我會去分辨我現在想要吃東西的這個感覺 究竟是嘴殘還是真的肚子餓呢? 如果只是因為壓力大、嘴殘 我就不會去吃東西 那只有真的肚子餓的時候才會去吃 而從我這兩次的經驗就可以看出來 每個人的身體適合的減肥模式都不一樣 而且不同時間適合的減肥方法也不太一樣 直接照抄上次的或是用別人的方法都是沒有用的 除了不一定有效之外呢 強迫自己一定要照著某個方法去做 這樣也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壓力 而在壓力大的狀況下面呢 你就更容易想要吃東西來紓壓 所以我建議大家 要用一個比較有彈性的心理 然後勇於嘗試去找出最適合自己現在狀態的方法 那除了保持改變的彈性之外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關鍵 那就是如果你的紓壓方式是吃東西的話呢 最好能夠調整一下要找到一些其他可以紓壓的活動 像是對我來說可能像是買蝗蟲啊 玩玩包殼夢卡牌啊 或是Keyforge啊 或者是注意運動一下之類的 都是我除了吃東西以外的紓壓方法 讓我在面對壓力的時候呢 可以不用用吃東西的方法來紓壓 那如果你已經開始減肥了 卻還沒有把紓壓的方法 從吃轉移到其他東西上面的話 你減肥會非常的辛苦 還會讓你很容易因為壓力大啊 然後更繼續大吃 讓減肥非常的難成功 那就算你減肥成功了呢 也很容易因為壓力一來又去大吃 然後就很容易腹胖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尋找自己不是吃東西的那種紓壓方式 好的 那今天的提問呢 我們就要來問問大家 你曾經減肥過嗎? 又是為什麼想要減肥呢? A 為了身體健康 我想要肚子小一點 B 我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覺得我瘦一點比較好看 所以就拚啦 C 跟志祺一樣 是因為工作上面的需求 所以覺得需要維持好看的體態 D 我覺得現在這樣很好 沒有想過要減肥 依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每個人適合的減肥方式都不一樣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更詳細的 間接近斷食和生酮飲食的介紹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接著是王彥祥 日本最流行的好像是 歐勒歐詐七 台灣的語境就是 猜猜我是誰的那種劇本 這個我們在查資料的時候有看到 好像是在1990年代的日本先流行起的 叫做是我是我詐七 那這種歹徒他會打電話給你 但不會說他是誰 只會說是我啦!是我啦!這樣子 那台灣的版本其實也差不多 你再問他他就會說什麼 你不記得我了嗎? 以前我們很好啊! 欸怎麼這樣?你再想想看啊!之類的 總之最後你不論說誰 他就會說對啦!就是我 然後就會跟你借機裝熟要借錢等等 很多人會以為是好久不見的老同學 老朋友需要疾難救助然後就這樣被騙了 那以後呢如果有人打電話給你 但死都不說自己是誰 大家就要由於電電的警覺心喔! 接著是陳依帆的留言 當我還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接到詐騙電話要退稅給我 要我去ATM操作 我就請他留下電話 然後打165報警了! 幹得好!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把詐騙集團的電話通通報給165 就能讓這支電話被警方記錄起來 再公告給更多的人知道喔!